王力宏日前回家探望孩子的监视画面被李静雷曝光 再次引发魂殿大战 双方各执一词 让外界议论纷纷 1月19日有媒体再次曝光王力宏的近况 还没通过王力宏身边的朋友了解到了王力宏的最近的状态 目前状态很不错 会和朋友经常聊天 而且有些话还能以哈哈回应 看来心情似乎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另外好友学问他是否恨前妻李静雷 王力宏竟然说不会 并表示心中本来就没有恨 只生害怕而已 近日王力宏隔离结束后 想要回豪宅吴江去看望三大孩子 没想到再次被李静雷发多篇小作文怒斥 李静雷怒斥王力宏做错事情不但没有任何回忆 还试图买水针来转移焦点 同时李静雷是爱出了多张王力宏过往买水针的账单 表示清款单上有王力宏不同员工的签和 也有汇款账户资料和购买评账 这些都是王力宏本人做最后审核付款 还放话王力宏别想甩货工作人员 嗯 嗯